跟女友一起上班是种什么体验 她前脚刚入职 我后脚就接到通知被开除了 有老婆的上司搂着她 两人笑得开心 一个破程序员有什么出息 女友不知声 悲伤逆流成河 我绿着脸离开了公司 后来公司倒闭 女友回来求我 说她是被蒙骗的 前上司也跪求我回来处理漏洞 薪资由我开 我说不好意思 已经回家继承家业了 那点钱你还是留着养老吧 为了能让女友柳如烟入职 我可是花费了M多心血 她说我要是能帮她搞定工作 她爸妈肯定觉得我很有潜力 到时候婚事保准没问题 恋爱三年 这可是我幸福的关键 可 前脚事情刚搞定 为什么后脚人士 就让我收拾东西走人 不好意思啊 基伯达哥 这是何总的意思 人士给了我一个自求多福的眼神 就是那个是最多平时 屁事不干就爱装逼的公司合伙人 何鹏 好好好 为了以后的幸福生活 我忍 我买了条中华 去敲了何鹏办公室的门 老板 我 想好的说辞还没说出口 心里念着的女友 居然在何鹏腿上 柳如烟那副荡漾神情 我自然了解 我捏紧了拳头 老板 我托关系 让女朋友来入职 是我的不对 你开除我 我认了 但是你凭什么威胁我女朋友 做她不愿意的事情 如烟 来我这 别怕 我走过去就要拽人 何鹏突然赤笑起来 纪伯达 你怎么也算是公司老员工啊 怎么连这点眼力价都没有 没有我点头 你觉得如烟能进来 而且一来就是经理的位置 直接压你一头 我可从来不对女人画大饼 不信你问如烟 她是不是自愿的 何鹏笑起来像极了一关禽兽 她甚至还把手还放在了柳如烟的大腿上 我有股不好的预感 柳如烟内疚地看着我 但是很快变得埋怨起来 纪伯达 我们分手吧 只怪这世界过于现实 我也不想你为了我为难 去四处奔波 和总一句话就能搞定的事情 你 算了吧 算了吧 我为了她心心念念的工作 喝得未出血 通宵加班 甚至加班干了几个人的工作 没有跟她透露一个字 只是怕她心里有负担 如烟 我们在一起三年 你就这么不相信我 我忍着委屈 捏紧了拳头 别这么喊我 人个有命 她有老婆啊 柳如烟的话还没说完 就被我打断了 何鹏立马变了脸 我已经在打离婚官司了 我能给她你三辈子 都给不到的荣华富贵 纪伯达 你听见了吗 柳如烟脸色不变 搂住了何鹏的脖子 一个破 程序员有什么出息 何鹏捏住柳如烟的脸 狠狠亲了一口 她都不生气 换作平时 我若是抽了烟 又或者刚从外边回来 想亲她一下都要被骂半天 怎么这会儿 不嫌弃了 被金钱蒙闭了双眼是吧 我失笑 连连点头 你们今天别后悔 我摔门离开 玻璃门发出嗡嗡震动的声音 纪伯达 学人家放狠话 也不看看自己 有没有这个资本 老板 他可是我们公司的金牌程序员 好几个案子 业内没人了吗 那么多有才能的程序员 随便挖几个回来 我们公司是缺钱吗 要不然你跟纪伯达一起滚啊 我收拾了为数不多的东西 电梯门关上那一刻 我算是与这个公司 彻底没瓜葛了 因为员工有福利宿舍 所以一个月只需要交两千块 就可以入住公司附近的公寓 算是待遇很好了 手机叮咚一声 是人事的消息 纪伯达哥 实在是不好意思 和总下了命令 希望你马上搬出去 今晚就要有别人入住 金屋藏郊藏员工宿舍 我冷笑一声 回了拘论后 便拨通了的电话 来岸上江南公寓403接我 告诉家里老东西 我要回来了 程序员是我大学主修的专业没错 也因为这个跟家里闹僵了 我三年没回家 柳如也也以为 我是个有点小帅 但没背景的男人 我还以为捡到宝了 结果只是时间长短罢了 劳斯莱斯停在大门口 我已经吩咐家政公司 把我屋子里的东西全扔了 包括一切跟柳如烟有关的东西 少爷 请 少爷 要不然先去商场买几套衣服 您这身实在是配不上您的身份啊 要是让人家知道 帝都太子爷穿这一身 怕是要笑话您 我低头看了下自己的格子衬衫 皱了皱眉 小李 我觉得你说得很对 人靠衣装马靠鞍 不当程序员了 自然要脱下这身战袍 助理笑得乐呵呵 她是家里从小为我培养的 虽然月薪一万五 但我进商场的次数 屈指可数 都是为了给柳如烟买奢侈品 才进来的 记忆 记博答 我扭头看去 居然是大学时候的戏花 之前看她还是大波浪农庄 怎么过了几年 开始走青春路线了 沐昕 真是巧 她跟柳如烟向来不对付 她家有钱得很 最不喜欢柳如烟这种柔弱的女孩 他们两个还闹过别扭 所以我对她还是有点印象的 嗯 你还在跟柳如烟谈恋爱 沐昕微笑着走进了几步 她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 分了 分了就好 我不是幸灾乐祸哈 前两天我就看见她跟一个 三十几岁的男人出来逛街 都快挂在那人身上啊 我还以为你们还在谈呢 她也就欺负你这种老实人 你们搬那个瑶瑶 我朋友 那天她也在场 这确实是真事 你脱离苦海是好事 一心当舔狗真没好下场 沐昕同情地拍了拍我肩膀 我刚要开口 就听见一道熟悉的声音 纪伯达 原来你早就想分手 我看是你早把我绿了吧 柳如烟拎着包包扭腰走了过来 她眼神不善 像急了来捉奸一样 柳如烟 倒打一耙你是有一套的 当小三已经满足不了你了吗 转行当八卦记者 沐昕笑里呆刺 她的自信是靠家里的钱堆积起来的 所以柳如烟在她面前 气场入了不熟 我跟纪伯达就算是分手了 也跟我现任没关系吧 我才不是小三 你少污蔑人 倒是你 真巧啊 柳如烟双手环抱在胸口 没有一点小脑衣人的样子 至少从没在我面前这样过 陌生的让我眼睛不舒服 是吧 却你别太招摇 小心被她太太发现 婚内财产全部分出去 到时候你就喝西北风吧 沐昕话音落下 柳如烟脸色瞬间变了 她眼眶湿润地看着我 纪伯达 是我对不起你 但是你为什么转头 就把事情都告诉她了 你几个意思 我要说话 可是又被沐昕抢先了 不得不说 她骂得太爽了 而且战斗力十足 你自己当三还出门招摇 被我看见了 顺带一查 你说巧不巧 我朋友就是你信任男友的 老婆的离婚律师哦 柳如烟黑脸 你 你刚才说的话 都能证明你家那位婚内出轨 好溜 我朝着沐昕投过去佩服的眼神 跟她没什么多说的 今天也巧了 一会儿吃个饭 好啊 沐昕答应的干脆 沐家大小姐什么时候爱吃路边摊了 我可以请你们去旁边餐厅吃 最起码不会吃的一身味道 毁了沐小姐的名牌衣服 沐昕一边收起手机 一边朝着我们走来 她刚刚就在不远处 至于有没有听见我们说话 就不得而知了 名牌值几个钱 要是毁了 我再送她一家店 随便她穿 我花音落下 在场安静的都能听见 真掉在地上了 沐昕尴尬的咳嗽两声 想给我找回场子 没事 纪伯达 一件衣服而已 老同学不必在意这些 沐昕扑斥笑了起来 听如燕说 你之前都是凑几个月工资 才能给她买一款基础款 也就是最便宜的名牌 虽然我也不懂这些 但是几万的包包 一次性送几个也没什么的 柳如燕立马开心地笑了起来 想挽着沐昕的胳膊 但是看了眼沐昕 立马作罢 她道 那何总 一会我们去看看包 没问题 沐昕摆摆手 仿佛小菜一碟一样 纪伯达 你也是我公司的老员工了 今天看在沐小姐的面子上 一起吃个饭 这位先生 我们没那么熟吧 沐昕皮笑肉不笑 哦 沐小姐 我认识你 你恐怕不认识我 我跟你叔叔 有点生意上的往来 何总 他刚刚还欺负我 他 如燕 沐家公司很大 你懂点事 由于和鹏声音压得很低 后面的我就听不太清楚了 总之 他要给沐昕一个面子 请我吃饭 行啊 就怕何总是吧 你请不起 沐昕给了我一个眼神 我知道 他想给我出气 以前没发觉 被美女救 居然是这种感觉 临走的时候 我给了助理一个眼神 让他别跟太紧 柳如燕不情不愿 也不顾刚被他甩了的 也就是我这个前男友在场 就跟何鹏各种撒娇 要这个要那个 何鹏脸色不变 答应 小妖精 晚上有你好少的 沐昕多看了我一眼 那眼神很适 我为什么有种 狠心塞的感觉 不怕头顶绿油油 就怕大家一起看 我绿的发光发亮 沐小姐 随便你点 沐昕随意报了几个菜名 直接就花费几万了 我打开菜单看了眼 最贵的菜才一万多 公司那点底子 够合棚挥霍 你小子贪就贪 可千万别把证据往我手上送了 我嘴角微微勾起 就这个酒吧 三十万一瓶的 来两瓶 沐小姐面子大 我今天多亏了沐小姐 才能沾到光 听说老板们 平时都是喝贵的酒 是不是这种档次 被我Q到的沐昕 喝白开水 差点枪拙 他偷偷给我竖了的大拇指 三十万一瓶 纪伯达 你故意宰人啊 别太过分了 要不是跟着何总 你还进不来 小心我让服务员把你赶出去 昔日情人 如今在金钱面前 变得面目全非 若不是我掐了自己大腿 确认自己没在做梦 我都不敢相信这是柳如烟 何总 你带来的人怎么回事 不是请客吃饭吗 让人点单 还要限制点什么 那干脆去吃自助餐好了 还是说 我沐家没这个资本 让何总请客 沐昕擦了擦嘴角的水字 像和鹏施压 自然有 沐小姐哪里的话 我只是担心某人点的酒 某人喝不惯 何鹏只敢恶狠狠地瞪着我 六十几万的面子 也不是随便就能装的 服务员笑呵呵地来上酒 刚要给我们倒上 就被何鹏抢走了 纪伯达 虽然因为你的个人原因 被公司开除了 但是咱们这个情谊还在 你若是想要接单子 兼职什么的 还是能找我的 何鹏一边说话 一边给我把酒直接买上了 我什么原因 是公司规模小 容不下我这尊大佛 还是你担心我在公司受够了 纪伯达 酒还没喝 你在说什么胡话 何鹏笑着捂着嘴 他又继续道 你知道我公司注册资金多少吗 五千万 平均每年流水都不少了 你是要从战国时期开始打工吗 柳如烟配合他笑得很开心 那模样 像是要准备跟我结婚的女人吗 我直接把一整杯酒都干了 纪伯达 你别喝了 喝坏了身子让他们得益去 你岂不是更难受 沐星抢走我的杯子 一杯就是半瓶的量 何鹏继续拿了个杯子给我倒酒 纪伯达 只要你把这些都喝了 没关系 我买单 钱嘛 我最不缺的就是钱了 纪伯达 别喝了 柳如烟脸色也变了 他小心翼翼看了我一眼 这么喝 会闹出人命的 柳如烟抓着何鹏胳膊 劝说道 他不会是觉得在替我求情 我应该感激替灵吧 我擦掉下巴上的酒渍 笑得开心 这种桃花酒 来食品我也喝不醉 肚子胀倒是真的 桃花酒 沐昕木讷了下 赶紧到了杯尝了尝 他眼睛亮了起来 还真的是淡淡的 不过很香 原来日出粉红 居然是这个意思 何鹏立马黑脸了 他也尝了一口 立刻怒骂道 三十万就卖一瓶桃花酒 你们黑店呢 服务员突然被骂 面色不佳 先生 这是我们店招牌正点之宝 来点这瓶的自然是听说过他的来头 宁 言外之意 就是说何鹏不懂装懂 何必打肿脸充胖子 何鹏气得咬牙切齿 可是碍于面子 也不能发作 他把酒放回桌子上 抢几出笑容来 我也不是心疼钱 这几个钱我都不放在眼里 只不过花冤枉钱没必要 何总说的是 沐昕跟我一样心情不错 也没再给他难堪 只不过一顿饭吃了何鹏六十几万 他自然咽不下这口气 纪伯达啊 听你动不动送电的这个语气 是不是找到下家了 要发财了 可别忘记我们啊 何鹏笑眯眯的看着我 那算盘珠子都快崩我脸上了 还好吧 就是回家继承了点家业 跟何总还比不上的 我刚要装逼 就被柳如烟拆台了 纪伯达 你说话就说话 不要吹牛好不好 我们在一起之后 你就一直在打工赚钱 从没听过你提起你家里什么事 如烟 人不可貌相 万一人家家里真的很有钱呢 何鹏跟他一唱一喝 就要拿我的脸来给他们找回面子 回头我办个宴会 你们都要来啊 纪伯达 我可不想吃大排档啊 柳如烟说话毫不客气 沐昕立马失笑一声 以前你靠纪伯达养着的时候 怎么不嫌弃大排档 果然啊 现在人跟人就是没法比喽 大家都是明白人 自然懂他在笑什么 柳如烟脸色轻一下白一下 何鹏赶忙拍了拍他的手 以示安慰 我到时候不一定有空 看如烟吧 他心情要是不错想去 我们就去给你捧个场 柳如烟立马开心的点点头 等这场习散了后 这两人是最先走的 纪伯达 要不然到时候我替你撑场面 我给你找场地 你今天帮我很多了 搞得我已经不好意思了 到时候给你发情帖 你可要来啊 我摇摇头 算是婉拒了 总让女人帮忙 可不是我的风格 我刚要走 就被沐昕拉住了衣袖 纪伯达 见他喊我 我只好等他把话说完 其实当年是我先要跟你告白的 那时候运动会你晕了过去 我让人把你送去了医务室 刚要过去 就看见你跟柳如烟在表白 后来你们在一起 我就没打扰你们了 今天遇到了也算是缘分 要不然给我一次追你的机会 明明是平路 我为什么有种站不稳的感觉 我瞪大了眼睛 可是他说是他把我送到医务室的 心中有种不好的预感 但也很震惊 沐昕可是人人羡慕 想要追求的对象 他怎么可能会喜欢我 文大慧儿也以为 你们是真心在一起 后来发现柳如烟 是为了导师的推荐名额 才跟你在一起的 这也是我们大吵一架的原因 他不可能告诉你真相的 真相来得太突然 我有点不能接受 跟沐昕交换联系方式后 我便让助理开车送我回家了 当年的事找人一打听 还真是跟沐昕所说的一样 所以柳如烟 从始至终都是为了利用我 这也是为什么 他不肯答应我求婚的原因 原来 我只是他的跳板 踏入更好的阶层的一个工具人 我效益愈发冷淡 拨通了个电话 和鹏的公司替我去查查 我要知道所有详情 想大家各自安好是不可能了 总要有人为我这三年 天真愚蠢被骗的行为 付出代价吧 爸妈得知我回来 没说什么 一家人吃了晚饭 还跟从前一样 听说我愿意接手公司 倒是让他们很惊讶 自然是可以 还有你那个小女友 如果你非要娶 我跟你妈也不是 我爸的话还没说完 就被我打断了 爸妈 你们能查到的事情 我也都知道了 不用顾及我的心情 以前的事都不提了 爸妈互看一眼 都点了点头 看样子他们确实比我更早查清了柳如烟的为人 所以他们不催我回来 合着是算准了我自己会主动回来 但是我没想到 他们为了让我走出情商 还特意把我叫去跟明媛千金吃饭 说什么年轻一辈也该活络一下 我刚进去便看见了沐昕 他也看见了我 记忆 记博达 你不会真是哪家少爷吧 沐昕显然震惊了 能来这个局的人不可能是沾亲带故 只能自家底子后 纪大哥 我去 纪大哥来了 纪博达 你小子几年不来这圈子了 这是回家妥协了 沐小姐 你们认识 介绍一下 这是我大哥纪博达 帝都几家太子爷 沐昕捂着小嘴 震惊的说不出话了 他脸色突然羞红 不好意思 我不知道你身份 你就当我那天的话没说吧 那天 他表白的那番话 我勾起嘴角 大小姐怎么还出尔反尔 这可不像你的风格啊 等其他人都各自去玩了之后 沐昕又走过来想要解释一番 我真没有那个意思 不是想要攀附你们家什么 沐昕 你什么时候这么可爱了 我也没说什么 你不要紧张 我还能把你吃了不成 喜欢我又不是你的错 我怎么会怪你 我故意这么说道 沐昕又羞又骚 他气得给了我一拳头 那都是以前的事情了 现在不必再提了吧 哦对了 你真要办宴会 请那两个人来吗 沐昕捂着发烫的脸 跟我转移话题 我要继承计事 自然要办个宴会 跟大家打个招呼 到时候你可要来给我撑场面啊 沐小姐不会忘记自己说的话了吧 我笑着打去道 他喃喃两声 非常羞懒地瞄了我一眼 我当时是怕你自尊心受挫 我哪知道你还真是隐藏的富八代 就怕某人要后悔死了 错把珍珠当鱼木哦 我知道沐昕说的事柳如烟 事情既然已经这样了 只能说本就毫无缘分 也说不上惋惜 反倒是沐昕 大学时候办了个两校联义的运动会 我们班没人参加 只能喊我上 班长故意针对我 给我报了一千米 三千米 五千米 还有跳高跳远 只是五千米的时候 太阳正当空 我体力不知中暑了 晕倒前 好像看见有个女生跑过来扶着我 一束光照亮我眼前 我看不见那人是谁 明明呼呼间 我好像闻到了一股 沁人心脾的香味 醒来后我就看见了柳如烟 而且她也承认是她救了我 温柔又可爱的女孩子 我当即就向她表白了 如今想想就觉得可笑 明明救命恩人出现过好多次 我却从没认出过沐昕 沐昕 嗯 沐昕侧头看着我 不知道我要说什么 说实话 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突然喊她 我尴尬的咳嗽了两声 没什么 沐昕失笑 她没在意 跟我一起欣赏风景 别说我刚分手 我现在要是提出跟她相处的话 人家不得把我当变态看啊 所以 有些事要慢慢来 我侧头看向沐昕的侧颜 说实话 我怎么越看她越觉得好看了 几家太子爷要回家继承家业 举办的宴会 众人算是挤破了脑袋 都想要到邀请函 要知道参加宴会的都是名门望族 谁不想进去攀点关系 宴会进行到一半 主人公都还没来 大家也只能私下小声议论 不好意思啊 多怪我打扮浪费了时间 害你迟到了 沐昕很不好意思 这有什么事 问题不大 况且还是我非要去接她的 我跟沐昕刚进去 就被柳如烟跟何鹏拦住了 沐小姐看来是喜欢继伯达了 这种宴会多带着她来参加 何鹏笑得得瑟瑟 我也不知道她在高兴什么 难道是知道自己快破产了吗 沐昕没说话 而是看着我 你都能来 我怎么不能来 我笑着回对了过去 纪伯达 你说话何必带次呢 如今你也跟了沐家大小姐 也混得有模有样 大家开开心心 不好骂 柳如烟讥讽讽地勾起嘴角 好像我做了什么 见不得人的勾当一样 是啊 要不是你当初为了导师 推荐明额顶替沐昕救了我 我们俩早在一起了 我搂过沐昕的胳膊 说话也丝毫不客气 既然大家撕破脸面 就没必要顾及之前的情谊了 沐昕告诉你的 柳如烟冷笑着 我还真以为大小姐 不会背后搞动作呢 我刚分手 你就迫不及待剪破鞋了 沐昕啊沐昕 你是大小姐又如何 还不是爱而不得 被我踩在脚下 如今纪伯达我不要了 你们俩爱在一起就在一起 我是没意见 柳如烟说话跟试舍一样 沐昕脸色不好 身子都有些颤抖 不应该是我发现了你的真面目 回头是岸 追回沐昕吗 怎么到你嘴里都变味了 追 追我 沐昕有点没反应过来 渣男贱女你们俩真配 亏得你们上次还一正词言指责我 原来早勾搭到一起去了 亲爱的 你不是说你跟季家有交情吗 我不想看见他们 真格应人 柳如烟撒娇道 沐昕什么时候跟我家有交情了 他那破公司 来八个也不够格 自然 沐昕挣了正身子 好像还真有那么回事一样 你要是有本事 把我也赶出去好了 沐昕憋着笑 也不着急发火 我学着他的模样 躲在他身后 沐小姐 你可要替我做主 沐昕顿时在风中凌乱了起来 他红着脸看我 硬着头皮继续撑场面 好 但 何鹏立马喊来了人 不知道说了什么 就带着两个保镖过来了 沐小姐跟他男伴 对小技总出言不逊 赶紧请他们出去吧 而这会儿 我也跟助理发完了消息 保镖还没上前 我助理立马赶了过来 把他们赤字了一顿 谁允许你们靠小技总这么近的 滚开 助理也是对着柳如烟跟何鹏说的 两人猛然地看着他 小技总来了 保镖们早已经撤到了一边去 助理恭敬地请我过去 随后轻蔑地望着何鹏 有眼无珠的蠢货 助理面向我的时候 又笑得和善 少爷 你要怎么处理这两人 我想了想 来之前我已经举报了 何鹏公司偷税漏税 以及贪污的事情了 这会儿警察应该已经行动了 等何鹏回去就有个大惊喜 纪伯达 你到哪找来的托在这演戏 何鹏率先呵斥我 真厉害了 还有前情演员 穆小姐 怪不得你这么有底气 原来是跟他一伙的 你们真是没救了 为了面子 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何鹏痛吃到 好像我跟穆星是什么恶毒配角一样 他此刻一副正直的 不能再正直的样子 可把柳如烟崇拜死了 亲爱的 我看今天小技总也不会来了 我们还是先回去吧 与其跟他们浪费时间 还不如去逛街呢 柳如烟一撒娇 何鹏非常受用 两人一边说 一边就出去了 树林猛然地看着我 少爷 我很像你过来的演员嘛 我看着他 半场后点点头 室友 一点 其实也不能怪何鹏过于自信 主要是我从没在大众面前露过脸 刚刚这么一闹 都没几个人看过来 像极了自导自演 穆星尴尬地笑了笑 头一次见谅身份 没人性的太子爷 问题不大 没人出来也好 毕竟他们马上也要来求我了 跟大家打过招呼后 他们都开始来敬酒了 穆星也帮我挡了不少 穆星 给我个机会 让我弥补一下遗憾 九国三巡 我突然说到 穆星愣住了 酒醒后 我不记得穆星当时是什么反应 但是他答应了 嗯 刚好我要去试查门店 你跟我一起 看看有什么喜欢的 我从预示出来的时候 穆星已经穿好衣服了 好 穆星笑着答应 我很想问昨晚发生了什么 可又觉得丢人 喝断片实在是太恐怖了 没等我鼓起勇气 牵住穆星的手 他倒是先搂住我胳膊了 我僵硬着身子 任由他搂着 还没进商场 我的电话就响了 是柳如烟打来的 他在电话那头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说自己被骗了 让我看在多年情分上见一面 我看了眼穆星 行啊 你来吧 我跟我女朋友在一块 你不介意吧 我报了个地址给柳如烟 不用猜也知道 昨晚之后 和鹏的公司出问题了 能在一天之内 让和鹏公司出事 是你做的吧 穆星不是问我 是在阐述事实 我也没否认 很快 和鹏的电话也打来了 纪伯达啊 昨天的事情都过去了 我也不跟你计较 你现在要是没工作 可以继续回来 薪资任由你开 你最好现在马上回来 给你十分钟 和鹏虽然着急 但还是一副施舍我的语气 不好意思 已经回家继承家业了 那点钱你还是留着养老吧 我说完就把他的电话拉黑了 不出意外 他会找柳如烟 要到我现在的住址 穆星知道我要做什么后 也没觉得我在装 他非常赞同地竖起一个大拇指 一声不吭干大事 你还真是会给我惊喜啊 坐着歇歇吧 等他们过来 估计还要一会儿 柳如烟来得最快 十几分钟就到了 他面色苍白 虚弱可怜得很 但也不失美感 纪伯达 我真的错了 我被骗得好惨 我真的没跟和鹏发生什么 你相信我 好不好 我只是看见你跟穆星站在一起玩吃醋 所以才会说出难听的话 你原谅我 好不好 柳如烟哭着要来抱我 但是被穆星挡住了 柳如烟 你确定不是知道了纪伯达的身份 又来装无辜不知情这一套 三年前 你就用了这手段 三年过去 不能继续把我们当傻子骗吧 柳如烟脸色难看 头低了下去 身份 什么身份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穆小姐 你是有钱 我在你面前自卑 可是纪伯达是我男朋友 店里吃瓜人群都看了过来 柳如烟这副柔弱的样子 确实能博得不少人的同情心 有钱也不能霸占人家男朋友啊 这女的挺漂亮的 这男的才是真帅啊 怪不得两个女的都抢她 哈哈哈哈 实在不行 你们三个在一起吧 议论声越来越离谱 我赶紧打断柳如烟哭哭啼啼的样子 第一 你跟我老板搞在一起 把我甩掉这是事实 别说你是无辜的 她送你的包包首饰 你收了对吧 第二 穆星是我现女友 不是小三 当小三的是你 纪伯达 你太过分了 你怎么可以这么跟我讲话 我们在一起三年了 柳如烟哭得更狠了 而且 说不定我现在肚子里都有你孩子了 你就真的很心跟我分手 柳如烟话音落下 穆星脸色确实变了 穆星眼中水汪汪的 感觉都要被气哭了 你要点脸行不行 谁知道你孩子是我的 还是和鹏的 他公司要破产了 你现在知道我的好了 我赶紧安抚了下穆星 他对我摇摇头 表示没事 他公司要破产了 我不知道啊 我昨天回去后 想到你就很伤心难过 不想看你护着穆小姐 真的不想失去你 所以我今天立马就来找你了 柳如烟演得天衣无缝 我真的很着急 头一次面对这么多质疑的眼神 我解释不清楚 不过比我先跳脚的 还得是和鹏 柳如烟 你个贱人 钱我给你花少了 还是怎么的 你扭头就来找他 和鹏七不过 上来就砸了的杯子 我没有 都是你逼我的 柳如烟哭得稀里哗啦 段位确实高 沐星都看呆了 这么一看 突然觉得我被骗三年 也不是没理由 柳如烟不去娱乐圈 拿瘾后真的是可惜了 纪伯答 你别高兴太早 就算我公司出了问题 也比你有钱 和鹏七不过 直接放弃了狠话 我点点头 你公司是我举报的 这话你跟警察去说吧 众人倒吸一口凉气 纷纷给我竖起大拇指 纪伯答 居然是你小子 我 何鹏又拿起一个杯子 就要砸我 友情提醒 恶意伤人 杀人未遂 都是要坐牢的 大家都是我的人证 那位小伙子 记得拍清楚一点 我后退两步 把沐星护在身后 何鹏想砸 但是没那个勇气 更何况他公司 还在这紧要关头 纪伯答 你替我把事解决了 我们俩这梁子就算了 不然 在帝都 我要你好看 何总 你也知道他姓纪啊 在帝都 你让他一个性计的好看 有问过纪佳人的意思吗 沐星从我背后冒出来 好意提醒道 论装逼 他是比我会的 记忆 不可能 他在我公司上班两年 我还不清楚 他几经计量 何鹏吃笑 当即就否认了 而柳如烟 跟刚刚知道这件事一样 委屈地看着我 纪伯答 你真的是几家太子爷 我跟你在一起三年 什么都没有 你把我青春当什么 你必须赔偿我 何鹏拉住哭哭啼啼的柳如烟 拜托 你脑子是不是被驴踢了 你这女人就是见识短 还真信他是几家太子爷啊 你放开我 伯答救救我 柳如烟拒绝他的触碰 一副快要被逼死了的样子 别装了 柳如烟 你累不累 我厌烦地打断了他 还在哭泣的柳如烟突然愣住 他咬牙看着我 至少我跟你三年是真的 如果你要跟沐星在一起也行 你得把我三年青春还给我 三千万 给我我就走 把初恋当成筹码 换三千万 我失笑一声 如果不是我把导师推荐名额换给你 你能有研究生学历 如果不是我自己赚钱养你 你能背得起名牌包到处请客吃饭 柳如烟 有时候人没了良心 跟畜生没什么区别 如果我没这个身份 你怕是以后都不想见到我 怕被我纠缠吧 柳如烟没吭声 但是既然已经没了脸面 这钱他铁定是要争取的 何鹏接了个电话 纪伯打 你别装 我兄弟肯定给我想到办法了 等着吧你 他信誓旦旦的样子 很快就变了 挂断电话后 他直直地跪了下来 小 小纪总 之前是我有眼不识泰山 谁能想到 您的身份啊 这说明什么 说明您是真优秀啊 何鹏露出比哭还难看的笑容来 他声音颤抖 纪伯打 之前是我对不住你 兄弟之间不要因为一个女人坏了情分 是不是 你只要放我一马 这种女人要多少 我给你找多少 何鹏 你还是不是人 柳如烟面子挂不住 直接就对何鹏动手了 何鹏居然也不忍 打女人的动作熟练极了 没一分钟 柳如烟脸就肿成了猪头 要不是被店里服务员拉开 柳如烟可就更惨了 我没拉架 倒是沐星脱到了自己的外套给柳如烟 我没想过让你难堪 大家都是女人 还是校友 真的很没意思 当初你要是好好跟季博搭在一起 现在享福的也是你 只是你从未珍惜身边人 所以现在这个下场也是你活该 柳如烟攥攥紧了沐星的外套 他身上的衣服被何鹏撕碎 若是没外套挡着 这会儿又要走光了 所以 他没办法硬气扔的外套 警察来把何鹏带走了 众人也都散了 店里的损失店长不要 沐星还是硬给了 临走的时候 柳如烟拦住了我 沐小姐 你现在已经得偿所愿跟季博搭在一起了 我最后跟他说两句话 你不介意吧 沐星没说话 看了我一眼就先上车了 我看着眼前被我放在手心里宠了三年的女人 心里也挺不是滋味的 季博搭 这三年不是从头到尾 只有欺骗跟利用 我是真心实意爱过你的 柳如烟泪眼朦胧 钱我会打到你账户上 其他就不用多说了 我要走 柳如烟又说了句 我说的是真心话 这次真的没有骗你 季博搭 你对我的好我都感受得到 可是我被利益蒙蔽双眼 做了错事 我不求你原谅 我知道你是因为错任 我当初救了你 你才喜欢上我 如今事情真相大白 我心里也没负担了 如果没有这些事 你会娶我 带我回家吗 柳如烟的话让我脚步顿了下 搬家那天 连带着我买了存放好久的戒指 也一并扔了 柳如烟 以后好好生活 错过就是错过了 我没有停留 上车带沐星离开了 车子越开越远 直到看不见身后的商场了 季博搭 沐星 我跟沐星同时开口 我先说 我没后悔 也不会反悔 我也不是因为赌气什么的 才要跟你在一起 你不用怀疑自己 从始至终 你都很闪耀 我把车子停在路边 任由他靠在我肩膀上哭泣 人都要朝前去看 跟错的人继续纠 也只会影响自己的磁场 无法善终 当我终于发现 沐星这些年 藏在心底那份小心翼的爱 我才知道 我们原来错过了这么久 全文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